嗨 大家好 我是董杰安 今天來介紹的是複合拍 因為最近常看到一些朋友分享像是這樣子的影片 或是這樣子的影片 又或者是這樣子的影片 1 2 3 4 5 6 1 2 3 4 5 1 2 3 4 1 2 3 1 2 3 就會發現其實有很多人 對這樣子比較複雜的拍子 有蠻多的興趣 但也會發現有很多人 會不知道該怎麼樣 進入這樣子比較難的一個節奏練習 甚至比較進階的練習 又或者是怎麼樣把這樣子比較複雜的東西 實際的應用在音樂裡面 所以我就想說來拍個不同的集數 分享一些不同的想法 然後還有一些我的小訣竅 然後慢慢的介紹什麼是複合節奏 我們要怎麼樣計算出來他的節奏 然後把他的節奏計算出來以後 我們要怎麼樣實際的去做練習 甚至在實戰的音樂當中 有什麼樣子的地方 是我們本來就一直遇到複合拍這樣子的狀況的 但是我們一直不知道 又或者是我們要怎麼樣把一些比較難的節奏 實際的加到音樂裡面去 這些東西我應該會陸續拍成不同的集數 分享給各位 那大家再敬請期待囉 那我們在開始進入練習之前 我們要先來稍微了解一下什麼是複合拍 複合拍就是把一些看起來無法整除 然後看起來好像沒有辦法打在一起的節奏 比如說平均的3和平均的2 又或者是平均的4跟平均的3 又或者是平均的5和平均的3 平均的5或平均的4 就是像這一些看起來好像沒有辦法打在一起的節奏 我們把它打在一起 這樣子的節奏打擊過程 或者是打擊的概念 我們就把它叫做複合拍 而在複合拍的學習理解過程中 有一點是我要特別提出來的 很多人會以為這種複合拍就是靠感覺 然後去把它打出來 當然感覺很重要 但是事實上這些複合拍都是可以計算的出來的 所以你只要計算把它計算出來了以後 它其實都會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時間點 那你可以按照這一些排列出來的結果 狀況去做練習 那就會非常的準確 也非常的好練習囉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做計算呢 其實方法非常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在複合拍的概念中 我們至少會有兩個不同的拍子 下去平均的去做循環 所以我們可以先利用這兩個拍子 讓它們各自分別的下去平均的循環 然後將這兩個循環排列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分別看到這兩個拍子的循環狀況 以及它們之間對應的關係 它們會在什麼時候相交 又會在什麼時候交錯 那麼以2對3的複合拍節奏來做舉例的話 你就會發現2和3的最小公倍數是6 如果你跟我一樣不太懂數學 那也沒有關係 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代表2的節奏乘以3次會等於6 也就是2的節奏在循環了3次以後 它就會跟3的節奏開始相交 在第4次的地方跟3的節奏相交 反過來說從3的節奏角度下去看的話 3的節奏除了起頭的地方以外 它在循環了一次兩次以後 開始在第3次跟2的節奏交疊循環 看到這邊或許你還不太理解它是什麼意思 那這樣子把它列出來又有什麼用 不過沒關係我們接著往下看 接下來我們將這些東西慢慢的帶入練習的話 第一個步驟我們可以先把2的節奏和3的節奏 裡面排列出來所有的數字1圈出來 就會像這個樣子 那在這邊我們就設定右手去打2的節奏 然後左手去打3的節奏 然後分別在圈起來的地方去做打擊 那最後還有一個東西要注意 就是我們要數拍子 數拍子的部分會有兩種 第一種是嘴巴平均的去數2的節奏 所以也就是你的嘴巴會數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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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一直重複的循環下去 第二種就是去數3的節奏 也就是你的嘴巴會數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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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的循環下去 那在這邊我們嘴巴先以2的節奏 1 2 1 2 1 2 的狀況 下去做示範 所以我的嘴巴會數1 2 1 2 1 2 而我的右手分別就會在對應到所有我嘴巴數到1的時候 去做打擊 所以也就是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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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左手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我們左手是要打3的循環 但是我們嘴巴是數2的循環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需要仔細的觀察一下我們排列出來的狀況 那你就會發現我們嘴巴是數上面的1 2 1 2 1 2 而這時候我們的左手分別會在一開始的1要打擊第1下 然後接著數到第二個循環的2的時候要打第2下 所以也就是說他的打擊狀況會是長這個樣子的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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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 1 在這邊或許你會感覺到有一點燒腦 但是不用擔心慢慢練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 你可以嘴巴的先平均數著你的拍子 1、2、1、2、1、2、1、2 然後單獨的去練習你的右手配合 然後練完了以後 慢慢的再去練習你左手的配合 把這兩隻手分別要打擊的狀況分別的練清楚 然後我們會再回到普利 去看他們兩個配合起來的狀況 所以在這邊我們再複習一次 右手會是這個樣子的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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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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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再回到我們排列的圖上面來看 你就會發現我們剛剛排列出來的是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兩隻手分別要打擊的狀況 什麼時候要一起打,什麼時候要分開打 在這個排列上面其實都一清二楚 所以當我們要兩隻手兩個節奏把它打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仔細的觀察一下我們排列的狀況 你就會發現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需要兩隻手一起打 然後接著右手會先打一下 然後接著換左手 然後再換右手 那麼我們只要再配合我們嘴巴數拍子 分別把我們剛剛練習的狀況把它配合進來 你就會發現它呈現的是一個這樣子的狀況 1 2 1 2 1 2 再看一次喔 1 2 1 2 1 2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就會有一個打擊的狀況 配合的狀況呈現出來 我們只要照著這個狀況 循環的一直打擊下去 然後把它越打越快 你就會發現你在平均的循環當中 你的右手一直提供平均的三下打擊 然後你的左手一直提供平均的兩下打擊 所以我們再把剛好的動作練一次 就會長這個樣子 1 2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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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現在我們來反過來試一下 我們嘴巴數3的節奏 所以我們嘴巴就會數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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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平均的一直持續下去 然後左手打擊就比較簡單啦 在所有1 2 3 1的地方 我們左手要打一下 所以就會是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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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麼右手就一樣可以再一次 觀察到我們的排列普利 那這時候就可以發現 我們右手要在一開始1的時候 打擊第1下 接著再數到3的時候打擊第2下 接著再數第2次1 2 3的時候 數到2的地方再打第3下 所以右手的打擊狀況 就會是長這個樣子 1 2 3 1 2 3 1 2 3 再看一次 1 2 3 1 2 3 2 兩隻手分別練習好了以後 我們一樣可以去觀察一下 我們兩隻手配合的狀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一樣配合嘴巴平均的去數拍子 然後配合我們的手打擊他應該打的地方 所以配合起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1 2 3 1 2 3 再看一次 1 2 3 1 2 3 所以如果連續操作的話就會長這個樣子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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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你已經把2對3的兩種練習方式都練起來了 但是你可能會發現就是你還是搞不太清楚 2在哪裡 3在哪裡 然後到底哪裡平均 他的複合拍到底在哪裡 就是你只是很單純的做了一個 手拍手的練習打大腿的一個練習而已 不過這個其實是很正常的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你打太慢了 所以第一步驟你要先把這個動作練到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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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就是快就對了 能多快就多快 那第二個問題就會是 這兩個我們都是打大腿 他的聲音太像了 所以在打擊的過程中 他好像是同一個樂器 他沒有辦法太明確的去區分出不同的音色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兩個東西 弄成不同的音色來聆聽的話 他那個聽感上會更容易去區分3在哪裡2在哪裡 所以我們先來試試看 我們分幾次 然後越打越快試試看 第一個 121212開始 开始 接着第三个 下一个 开始 再下一个 开始 开始 再下一个 开始 最后一个就好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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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一二一二一二 有没有感觉到 在越来越快速的过程当中 好像越来越有感觉 但是你或许也会发现到 你还是有点听不太清楚那个二到底在哪里三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那就是你没有把声音分清楚 所以我们再做一次 然后试着把声音分开 所以要怎么分开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打击在两个不同的表面上面 制造出不一样的声音 比如说 我可以左手一样打大腿 然后我的右手去打别的东西 或者是去做弹指的动作 都可以 只要制造一个声音是跟他的音色 不一样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的练习 我把左手和右手的音色分开 我的右手一样打大腿 然后一样是打 然后我的左手 是敲这个东西 制造出这样子的声音 然后他的打击就会是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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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2 对 那我只是要为了方便示范给你们看 所以我在这边放了一块铁片 然后敲这个铁片 但事实上你们可以敲 任何东西都没有关係 只要把左手和右手的音色区分开来就好了 只要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一样越打越快 你就会发现 你会越来越听得清楚 3的声音在哪 然后2的声音在哪里 好我们来听听看 首先第一个 1 2 1 2 1 2 开始 1 2 1 2 1 2 下一个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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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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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接着快速进到下一个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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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开始 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OK接着我们再快速进入到下一个 你会发现越来越有感觉喔 1 2 1 2 1 2 开始 有没有感受到了 有没有感受到了 接着再进入到下一个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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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接着再下一个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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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接着最后再听一个就好了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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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1 2 1 2 1 1 3 2 1 2 1 1 2 1 2 1 1 0 1 2 1 2 1 我想在刚刚一连串的过程中 我先从同样都是拍大腿 然后速度慢慢加快 然后接着再把这两只手换成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一样从慢到快 示范完了以后 其实应该就可以感觉得到 我说的那两个问题吧 打得太慢 会让我们会没有办法太正确的去感知 他的节奏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们需要练得非常快 练到很快了以后 那个才会是我们实际上在音乐中 比较会面对到的速度 然后不论是那个听感或是那个操作都是 所以练速度是一个复合拍节奏 会非常需要面对的一个事情 然后再来是 通常我们都会去用不一样的声音 把它表达出来 因为如果你同一个东西 如果长得太像的话 会比较难分出它的音色状况 所以它就会混在一起 那混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会更不好分出 它的复合拍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把这两个东西 有不同的概念 或者是不同的声音 去把它区分出来的话 它其实这个表达呈现 也会非常的清楚 也会更加的清楚 所以只要透过这两个步骤 我们就可以将这样子同样的练习 慢慢的去做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表达状况 去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首先你只要慢慢的 把这样的动作练得很快 然后接着再把它分到不同的音色上面去操作 你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东西分得很清楚了 以上就是复合拍最初步的一个理解规划 然后还有练习 希望这个练习这个影片可以帮助你去更好的计算出 复合节奏复合拍 它真正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规划 然后怎么样把正确的拍点 还有时间点给计算出来 透过这样子的规划 我们就可以很有效 然后很正确的去练习复合拍 然后再透过后面这两个步骤 打快一点 然后还有区分不同的音色 我们就可以更实际的 然后更准确的去听到3的位置 2的位置 甚至是其他复合拍 4啊7啊各种 你设定的节奏的声音到底在哪里 希望今天的教学对你有帮助 我是董杰安 我们下一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